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本节课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讲解 那么在上节课咱们实现了这种大众点评导航的一种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来讲解 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应用程序 首先来到的一个导航页面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可以呈现出来 当我们点击立即进入来到我们的首页之后 下一次再点击我们的应用程序 相当于我们要从一个欢迎页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内容首页 而不再显示我们这些三个导航的view page 那我们这种效果该怎么去实现呢 来,咱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首先是三秒延时跳转 它要对我们的一些数据进行选择 你比如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进入的话 那么我们让它跳转的应该是我们这个welcomegetact 也就是我们的导航页面 拥有view page三个页卡进行滑动的一种导航效果 那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那我们就让它跳转到这个myactivity 那我们既然做分支类型的选择 那么咱们肯定要有一条分支语句 对吧 那怎么去填写分支语句的一些判断条件呢 这时候大家就来想一下 我们怎么去记录是否是第一次启动咱们的应用程序呢 这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想一下 在我们安卓当中出现过一个叫做用户偏好的机制 也就是shared preferences 它可以存储一些简单的配置信息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shared preferences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第一次点击的时候 先去我们的应用程序当中 看一下是否有我们的一些标记 来读取一些标记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 我们就让它先来到档行页面 然后由我们的档行页面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内容首页 那如果是再一次进入 不是第一次进入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它再读一下标记 这时候咱们的标记肯定要发生一些改变 对吧 然后根据标记的不同 我们让它跳转页面不同 那这样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首先我们来想一下 怎么去实现这个shared preferences 大家可能第一感觉 是要在我们的activity页面上进行 对吧 那我们要去写的话 很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延时跳转当中 先去读一下我们的一些标记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使用项目当中 去封装的一个规则 咱们让它的包名呢 给它创建一个包 咱们叫做YouTube包 那么在这个包当中呢 我们专门来存储一些工具类 那我们来起一个名字 我们就叫sharedutios 那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utios当中呢 我们就让它实现去读取这些标记 实现标记的写入与读取 那在这里面我们肯定要有方法 一个叫做读的方法 另外一个咱们叫做写入的方法 对吧 那我们先去封装这两个方法 public static 那我们定义一个bollin类型的返回值 咱们叫做get a welcome bullet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方法当中需不需要传入一些参数呢 首先如果定义参数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方法会在哪里进行使用 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欢迎页面当中进行使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想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使用到的那个shared preferences 需要哪些参数呢 那咱们来写一下啊 你比如我们需要一个shared preferences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方法 叫做get shared preferences 对吧 那我们一提示 咱们这里面肯定没有 因为它是从一个上下文对象当中获取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传入一个上下文对象 有了这个上下文对象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咱们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你比如我们return咱们上下文对象 contest 调用它的get shared preferences 指定咱们的一个名字以及操作模式 一个是文件名操作模式 那我们在上面呢 就去定义一下这个文件名和操作模式 ProVet Static Final类型的 咱们给它定义一个Stream类型的 咱们叫做Fuel Name 我们就叫做点评 第一个文件名我们就可以使用咱们的一个Fuel Name 操作模式呢 我们使用contest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 Mode 咱们使用私有的ModeProVet 那么拿到我们的shared preferences对象呢 我们继续调用它的一个get方法 我们存储的这个标记呢 使用一个bollen类型 那么使用这种bollen类型呢 首先就要去读 我们第一次去读 如果为false或者如果为tru的时候 我们做的操作不一样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刚开始启动一个页面 跳转页面的不同 那么首先我们要填入一个k值 那么这个k值呢也是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在上面呢也给它定义一个 Final类型的一个Stream 咱们就叫做Mode Name 比如我们起一个名字叫做Welcome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提一下这个Mode Name 那DefaultValue默认值 首先我们让它默认为false OK 这样return的一个值呢 就正好是咱们读取一个bollen标记 那这个bollen标记 如果在我们这个文件当中存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值读取出来 如果不存在返回值就是一个false 那么这时候就是咱们获取bollen类型的值 那么我们有获取 肯定就有咱们的一个写入 那么public static 返回值呢咱们定义成void 那咱们叫做put Welcome bollen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需要传入一个contest对象 同样呢我们再给它定一个默认值 比如我们如果是否为第一次进入 咱们定一个is first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 怎么去使用sharedpreferences进行写入 那大家肯定会想到咱们sharedpreferences对象的一个editor方法 对吧 所以我们就让它使用contest对象 调用它的getsharedpreferences 根据咱们的一个fill name 并且指定它的一个操作模式 咱们叫做contest 调用它的一个mod append 然后调用它的一个editor方法 咱们拿到的是一个editor对象 根据咱们这个editor对象呢 我们继续给它添加一些值 比如我们调用editor对象使用它的一个puthbollen string类型的key呢 咱们就定义成咱们这个mod name value值呢 咱们让它定义咱们这个is first 因为根据我们传入值的不同 来填充我们sharedpreferences对象 最后大家不要忘了咱们这个editor对象 调用它的commit方法进行提交 OK 工具类的写法呢 咱们就写到这儿 那么这是咱们写入bollen类型的值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咱们这个bollen进行写入 那么回过来 我们写完了这些工具类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应该想着怎么去使用 而使用呢 咱们就来到咱们这个欢迎页面 在欢迎页面呢 我给大家使用的是两种形式的跳转 一种是handler 另外一种呢 咱们使用的是timer task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在timer task里面进行更改吧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需要进行功能页面的跳转 实现页面跳转的时候呢 咱们就要进行一下判断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不着急 先去写咱们这两行 那怎么进行判断呢 首先if 如果我们shared preferences 调用咱们刚刚封装好的这个utuos对象 拿到咱们这个get方法 比如我们先去读 在我们的shared preferences文件夹当中 是否存在我们的一个shared preferences文件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传入一个contest的项 比如我们就使用get based contest 如果存在 并且读到的数值为处的话 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那说明咱们不是第一次启动 那不是第一次启动 我们就让它进行跳转 比如我们就让它start her activity 跳转到咱们的内容首页 比如我们跳转到 比如get based contest 跳转到咱们的myactivity 同样我们跳转完毕之后呢 需要关闭页面 那么不管我们跳转到哪个页面呢 都需要关闭 所以我们把finish放在最后一行 那第二个点呢 我们就要让它跳转到咱们的welcomeact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一行的代码 直接给大家来复制一下 OK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跳转这枚问题 但是我们还需要保存访问记录 比如我们第一次运行项目的时候 它会执行我们的else 那么跳转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标记值给它改一下 咱们就会调用刚刚封装好的 share的utils的put bollen方法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填上一个get based contest 而is false的呢 我们给它定义为true 那么这样一填入的话 下一次一读取 大家拿到的就是个处 就会执行我们跳转到首页 就不会再拿到我们的一个欢迎页面 那这样根据咱们启动项目的一个时间点不同呢 来跳转到我们不同的页面 来写完之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当前的应用程序 三秒之后呢 我们首先先来到我们的一个欢迎页面 这种导航三个页卡 切换效果之后 回到我们的首页 那么下一次我们再进行进入的时候 我们再去点击这个项目客户端 那么我们应该进入的就是一个首页效果 对吧 这时候就不需要再进行咱们导航页面的一个选择 那么本节课呢 咱们讲解的就是根据咱们塞亚的preferences 做到跳转页面的不同的选择 本节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呢 在课下把咱们这种效果实现一下 那边 我可以用来的